这是2016年11月的一场次轻量级拳王争霸战 由当时的WBO未免拳王乌克兰天才瓦西里·多玛琴科 对阵前WBA与量级超级拳王沃特斯 场上的黑人是沃特斯 当时他职业战绩26胜一平 21场比赛击倒对手 此前曾KO过菲律宾闪电多纳雷 达奇尼安等名将技术和力量兼备 赛前很多人都替两度奥运会冠军洛马琴科捏把汗 毕竟沃特斯从没有输过 实力相当强劲 不过洛马琴科凭借过人的技术 完全压制了沃特斯 点数遥遥领先 沃特斯在第七回合后放弃了比赛 洛马琴科目前已经是三个级别的世界拳王了 预计在今年9月 他将和IBF轻量级不败拳王 特奥菲莫·洛佩兹进行统一战 赛斯